好,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来,真正实乱下 这个题是两星值呢?还是比较简单呢? OK,说四点到五点之间 分针与时针在什么时刻重合在一起? 什么叫重合,明白吧? 明白吗? 重合就完全叠加在一起,对吧? 对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表它给的是错的 它只是给一个表示意一下,OK 现在不是八点吗?对不对? 我们来画一个图,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四点到五点之间 那么先画从四点开始,对不对? 四点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是这个样子的吧? 好,就是分针就时针 好了,那么现在的话 是不是分针将顺时针走 时针也顺时针走 分针要跟时针重合 是不是相当追上它? 对 是不是? 对 这是不是就环形上的追击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追击问题 我们想一下 现在这个分针跟时针相差多少大格? 四大格 四大格 多少小格呢? 二十小格 因为一大格是五小格量 相加二十小格 那么我要追上你的话 必须比你多走着 什么呀? 多走着二十小格 或者四大格 对不对? 当然度数表示是不是也可以 对 是不是? 一个是不是三十度量? 一大格是不是三十度? 因为总共是不是十二个大格 一共三百六十度? 对 所以说一大格是不是三十度? 嗯 相差一二三四四大格是一百二十度? 对 用度数来也行 对不对? 嗯 好了 在这里呢 我们用多种单位都可以做它 那从什么? 你告诉老师 在这里的话 首先应该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怎么样? 找到什么? 找到分针跟时针 在刚开始的时候相差多少 对不对? 嗯 可能是小格 可能是大格 也可能是度数 OK OK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三个呢 都来表示一下 好吧 那好 屏幕前同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的知识储备 那就是只要你明白 在环形上的相遇和追击 那么这种题目 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知识储备 那就是环形追击问题 那我们看解题过程 来我们看一下 在四点的时候 所有同学一起来告诉老师 相差几小格? 20小格 20小格 是不是? 好了 相差20小格 如果要追向他 是不是必须要多走20小格? 对 我们知道 用小格来表示速度的话 那么分针 是不是一小格每分钟? 嗯 时间是不是差了12分之一? 对 我们总结过了 是不是12倍关系? 对 是不是12分之一? 是 是吧 一减 我一分钟走这么多 你一分钟走这么多 俺一分钟 是比你多走这么多小格 嗯 我要多走20小格 需要几分钟呢? 是不是一除就可以了? 是 公司要背吗? 不用 不用 是不是? 要多走20小格 一分钟多走这么多 需要几分钟一除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嗯 好了 这是以小格为单位的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 他20小格是不等于四大格 嗯 得多少度? 告诉老师 几度? 嗯 等于120度 是吧? 好 等于120度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所以第一 以小格为单位 所有同学 反应超过两秒钟 就算持统 以小格为单位的话 那么20除以什么? 20除以什么? 1-12分之1 是不是? 1-12分之1 这个以谁的速度? 分针的速度 分针的速度 这是不是十针的速度? 对 我一分钟走这么多格 你一分钟走十二分之一格 我一分钟比你多走多走呢? 是比你多走这么多 嗯 我要追上你 要跟你重合 是比你多走这20格 因为咱现在是不是相差20格 在四点的时候 是不是相差20格的? 对 是吧? 不过一图是不是就出来了? 嗯 好 同学们我们发现 等于21又11分之9分钟 所以答案是多少呢? 不就是从4点开始 经过了21又11分之9分钟的时候 重合吗? 对不对? 对 好 这是以小格为单位 那我们看一下 以大格为单位 大格为单位的话 现在相差多少个大格? 告诉老师 四个大格 相差四个大格 对不对? 好 以大格为单位 我们想 分针一分钟走多少个大格呢? 我们来看一下 游泽车他推理不出来 我们再简单推一下 分针要走这一个 是不是要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走几个小格? 五小格 是不是? 嗯 好了 那同事们来注意 现在我是以小格为单位 是以大格为单位? 大格 大格 分钟 分针 五分钟才走一大格吧 嗯 他一分钟走几大格? 五分之一大格 五分之一大格 对不对? 对 所以分钟的速度呢? 分针的速度就五分之一吧 十针的话我们不用吹了 一定是十二倍关系 所以比分针 是十分针十二分之一 大乘以十二分之一 是不是六十分之一? 六十分之一 就是说是不是一减是吧? 对 我一分钟走这么多大格 你一分钟走这么多大格 那么我一分钟是比你多走这么多大格 嗯 要多走四大格我就跟你重合了 要几分钟呢? 是不是一除? 一除又除 这不就可以了 嗯 能明白吗?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那答案算出肯定一样吧 嗯 如果不一样的话 说明你算错了前面 或者现在算错了 OK OK 这单位不同 反正算出时间都是二十一有十一分之九分钟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 再以度数为单位 来度数为单位 现在相差几度? 120 分针要追持这个 是不是要比他多走这120度? 对 好多走这120度 我一分钟分针可以走几度呢? 那我们看一下分针的话 一分钟是不是走一小格? 嗯 一小格是不是六度? 六度 所以说我一分钟是不是走六度? 六度 而时针是不是他的十二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是不是0.5度? 嗯 是不是? 是 六的十二分之一是不是0.5度? 是 你可以算一下嘛 是六乘以十二分之一吗? 就二分之一 好了 我一分钟走六度 你一分钟走0.5度 啊一分钟是比你多走这么多度? 对 我现在要多走这么多度 我就追上你了 需要几分钟呢? 是不是一除就可以了? 嗯 能理解吗? 什么这个样子的 嗯 那同学们你发现了吗? 用三种单位算出答案必须怎么样? 一样 又不一样怎么样呢? 重做 对不对? 对 你说错了 OK OK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答案就是在4点21又十一分之九分钟的时候 重合 那现在我们看教题的总结 用不同单位你算出的答案必须怎么样? 一样 否则重做 同学们通过教题能找到感觉吗? 能找到 关键是先找到分针跟时针刚开始的相差多少 对不对? 要分针去追时针 要比它多走才能相差那个 是不是? 对 再看它一分钟多走多少 要多走那个的话需要几分钟 是不是一除就可以了? 是 就这么简单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休息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谢谢观看